泉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 而泉州面线糊则是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美食之一 面线糊是一种四面非面四汤非汤的美食 它整体呈糊状 由细面线和地瓜淀粉熬制而成 搭配上骨头汤和各类海鲜 味道十分鲜美清甜 面线在我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面条的文字记载 而面线糊的起源则要从清代说起 当时乾隆皇帝来到了一个小渔村 可这个贫穷的村子拿不出招待皇帝的美食 这可怎么办呢 招待不好皇帝可是杀头的死罪啊 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 村子里的一个秀才的妻子集中生智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找来猪骨和鱼刺 加上家里剩下的面线和地瓜粉 一起熬成了一锅面线糊 乾隆皇帝吃完以后 龙年大月对面线糊大家称赞 为了不让乾隆起 秀才的妻子大着胆子说 这锅龙须珍珠汤 用的是自己家里的祖传秘方 乾隆相信了 立刻叫人重赏了这位妇人 不久以后呢 大家就知道了这道让皇帝都赞不绝口的美食 面线糊也就成为了泉州人餐桌上的一道招牌菜 和其他被帝王所喜欢的美食不同 面线糊并没有精致的外表 但他却用最简单的食材 最鲜美的味道 以及最亲民的价格 收获到了百姓们的青睐 成为了泉州人最重要的早餐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也曾讲述过面线糊的故事 一碗平平无奇的面线糊 搭配蟹肉 鲜虾等海鲜 卤肉等熟食 撒上胡椒粉 当归酒等调料 再配上撕成小块的油条 就成为了泉州人餐桌上最重要的美食 泉州面线糊的营养非常丰富 面粉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中医看来 面粉性味干凉 有养心益肾 健脾厚肠 除热止咳的功效 再加上面线糊里所加的海鲜熟食等配料 更大大丰富了它的营养价值 作为泉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泉州人对面线糊的喜爱程度是相当之高的 面线糊的店面开遍泉州的大街小巷 就连国外只要有泉州人的地方 就会有泉州面线糊 对泉州人来说 吃到这一碗面线 不仅是一份简简单单的美食 更是泉州人割舍不下的乡愁 泉州人对于面线糊的喜爱 几乎根植于大多数人的骨髓之中 有人说当泉州人问起 你有多久没吃过面线糊了 就是在问你多久没回家了 一碗面线糊饱含着泉州人对家乡的热爱 对海外的游子来说 这份味道更是一份魂牵梦绕的忘不了的乡愁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我和百度百家号共创的精品栏目 五千年时光 欢迎百度搜索泉州面线糊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苗东百科硬核科普 本期视频就会发生了一份魂牵梦绕的 本期视频就会发生了一份魂牵梦绕的